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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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起身也很有趣 如果有些朋友喜欢其他的小动物 那可不可以有订阅呢? 当然有 最流通的就是我手上是这只小狗 有不同颜色的 最多人买其实都是白色 好像家里那只小狗一样 我们有其他的都有 比如说是红猫 就是你说出来的动物、鳥我们都有的 只要你订阅 不过订阅的时间就比较长些 我们去做一只这些都要所需 三至五个小时的 其实是在厂里订阅 还是要你自己去做? 最初我们是自己做的 但是当然现在是因为通讯发达 当然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 都会做这些 最初我们是用鲜花去做的 我想像用鲜花去做 真是美得飞气 鲜花我们是如果做这一只 都要十个小时的 真是厉害吧? 但是如果你用十个小时的时间 用鲜花做了 但可能放了几天就没有了 很浪费 我知道现在人们说是永恆的爱 是的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花可以永恆的呢? 是,现在最流行的 就是叫永生花 那就是,它不会丢借的 我们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机器 是好像用干冰的方式 是去将那些花干了它 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 是的 这些是那些花的原色 是当它们最灿烂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放进去的机器 就可以维持原色的 如果你不会说 用手去碰它,去搅它 它是永远都不会坏的 就是可以一直放下去 有时我们买一盆鲜花 看到它很漂亮 放了几天就很浪费了 所以现在人们想了这些新的方法 以前你们或者是吊干 又或者用一些很原始的办法去干它 干了之后 其实那些花不能维持原色 它们都会变得灰灰暗暗的颜色 就很难看 还有花瓣是会跌的 你看在前面那里 有一个是不同颜色的 是一枝里面有不同颜色 我们新鲜花 都是有彩虹色 有很多不同的 几个颜色混在一起 这个是真的要很小心处理的 那我想问一下 就刚才这些 比如说紫色、白色 原本那双花是这样的 是 但是刚才你说前面这双花 有几个颜色 有绿色、白色 那些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那些花是成熟的时候 我们是用不同颜色 再把它在花枝上 我们再把它放不同颜色 让它变成不同颜色 即是还没摘下来之前 是 但是不可以说枝枝一模一样 这个当是一个艺术品去欣赏 那就是我需要用很多手工 心思下去 要像画画一样 先画一些颜色 不是画下去的 不是画的 是自然它 因为它种它的时候是养出来的 是 是的 自然可以养到 是的 怎样可以养到这样的花 养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这些花 你是一个花 不是一个颜色的 是的 我们是有一个商业秘密 我们是可以种它出来 在不同地方 是有不同颜色的 哦 其实也很好奇的 其实玫瑰很常见 我们就有红色 是不是 还有这些香檳色 是 有很多这些紫色 还有我们看到这种烤蜜 紫红 紫红 紫链红 那其实这些颜色 其实是它本身生出来的 还是用一些特别的科技做出来的 特别科技 再加上是有专家去研究的 在玫瑰种花场里面 其实也是有那些专家 每一天都鑽研 是有什么新颜色 什么品种 今天我没有带来 其实最流行是全黑色的 全黑色的 是 就是黑玫瑰的 是的 红玫瑰与黑玫瑰 是的 其实你觉得今年的母亲节 就是母亲节 除了买这些永生花 还有什么好的推介 给我们的母亲 最好的推介 就是前面 你看到有几盒 都是玫瑰花的形状 玫瑰花 我们有一间厂 是将很薄的肥皂 就是肥皂 是将它卷为玫瑰花的形状 是很流行 这个 很有趣 是的 现在的花 原来的品种 类型真的很多 不是以前传统 只是一种鲜花 原来有这么多 加了我们的工艺各方面 这些叫肥皂花 是吗? 是的 没错 是的 但是那些颜色 比以往不同年代的颜色 是特别一点 和鲜艳一点 这些是法国厂组 我看到现在有些人很喜欢一扎花 又有放了一些公仔 在里面 是不是其实现在的手扎花 都有很多新的潮流呢? 是的 现在的公仔 就不是再流行红的了 就会流行这些 狗仔 是的 还有现在的扎花 我上一次来访问都说过 那些花是整个人这么大的 那这个狗仔会放在里面 或者小熊放在里面 是的 是的 那我觉得现在 除了说永生花 其实永生花 如果要买的 全部都是放在纸盒里 还是有不同的选择 有不同的选择 有不同的选择 有些是一支 放在一个音乐盒里面 那些因为很容易 玻璃会裂裂 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带来的 嗯 那除了永生花 我听说有些玫瑰花 上面有一些 好像一些鑽石 或者闪粉 其实那些又是什么回事呢? 那些就是 就是 早上的时间是流行的 但是现在流行 就会在玫瑰花瓣那里 我们用雷射去打他们的名字 还有打我爱你 这样的 真的很甜蜜 是的 可以打个名字 可以想像 如果收到一支花 那里有名字 而且又可以永生 那这份礼物真的很珍贵 是吗? 因为玫瑰花瓣 我们有很多层 他们有时候叫我们做 在第一层是写我爱你 第二层是求婚的 你嫁给我吧 是的 真的很浪漫 其实可能很多观众都想知道 有个概念 其实这些花 是不是比正常的鲜花 的价钱 会不会有很大的分别呢? 是贵差不多三倍的 贵差不多三倍 但是也值 因为你可以放 放在这里 放很久 放在永生 所以也非常之特别 像刚才你说的 这些一盆盆的 其实另外那些 会不会用永生花来做一个花窄? 也会的 除了花窄 很多时候是砌 比如Michelle 你的名字 就砌Michelle的名字 用花来砌 是的 我明白 而且最流行是砌I love you 但是love字不是串出来的 是中间用心形砌出来 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设计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了解多些鲜花 或者是买些礼物 给妈妈 那可不可以跟你说一下 你的flower essence的地点? 我们的地点就是在Fairfield Mall 是1800 Shepherd Avenue East 你们可以致电给我们是 416-502-9000 也可以在416-351-1111 找到我们 我们经常去Fairfield Mall 一字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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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进去就在右手边 就看到Suzanna她们的花圃 我们经常都会进去 嗨 射射一下和买枝花 好 在这里很感谢Suzanna 今天介绍了这么多美的东西 在这里也预祝大家母亲自快乐 买多些美丽的礼物 送给妈妈了 好?谢谢 母亲自快乐,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